南岛官在明月十日, 董梁在四十年来对到水面条件和裁卫表位都有研究 他还特别到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台北的黄色来找出創作的灵感 董梁在水面創作电, 没减压当地的南岛官文化及电视 在这新闻最后就赞大家做回来欣赏 穿完中国风景的乐器和刮唱表演和水面的电影是相当配合 学习的水面和創作已经超过四十年的冬梁宅 最近在南岛官文化局, 电视他这两三年来所創作的作品 在开幕会当中, 南岛官党林明智也特别将来观赏他的作品 每一幅画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都是跟山水, 还有跟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特色都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有他独特的画画的风格 都会让你赞赏不绝 欢迎各位来这边观赏 这次的画展是与香琴相印 香琴就是我们南岛县的好山还有好水 把它画在我的图画里面 香印就是梅花的清香 还有他产的梅子可以作为我们身体的养生之道 这次所展出的作品 除了南岛官国地的美景 当两者在这几年 也占对南岛国家的梅花不断研究到創作 他在嘴巴卫 希望将梅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也将来大家欣赏梅花 并学习与并对韩令困惑的环境 所有缓劳力行动的精神 我后面最张就是我在水里看的风景 它是常常也产生淫露 每次下雨以后就山南云海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云起石 让我们心中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雄伟浩瀚 所以我们要能够放下 也能够珍惜它 爱惜我们很美的风景 时常去接近它 我们身体就会很健康很快乐 当两者在嘴巴卫天南 目净在南岛官文化局 玉山电南石电出当中 电机和本国的19号位置 主办会邀请民众用玉城王参观 记者显示仓报道